2022九合一選政即將在年底開打各政黨對決下 一份民調顯示 國民黨加民眾黨的支持度仍不敵民進黨 柯文哲諷刺民進黨的民調高 真正的原因在這裡 民進黨現在是最強勢的品牌 特別在媒體全部掌握以後一言堂 這沒辦法 這個我們讓我們領教導說 當用國家機器完全控制媒體的時候 它的威力有多大 現在媒體本來90%以上都被民進黨所控制 所以很多輿論的權利本來就已經被民進黨所掌握了 除了操控網軍和媒體 柯文哲也炮轟蔡英文陳時中狂搞仇中 綠網軍則通罵柯文哲在雙城論壇上配合對岸作秀 柯文哲忍住火氣這麼說 你有你的堅持我有的堅持 大家講出來 對你哪個地方不爽 你對我哪個地方不爽 大家也講出來 衝突不可能完全消失 能不能降到雙方都還可以忍受的程度 在執政黨領導下 兩岸從已讀不回演變成不讀不回 難道執政者只要掌握網軍和媒體 做什麼措施都沒關係 記者綜合報導 如果你有在煮飯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過這款海皇XO干貝帳的朋友 您一定會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會多讓人回味無窮 現在購買記得快點GO 輸入我的折扣碼 CTI-71G 就可以買到非常優惠的價格了 有機日人的調整 你有一個 Ό郎 把馬XO干貝流 交ダ均流